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就想一想有什么旅游的新闻旅游的话题可以跟大家聊呢 今天我找来了六位 哇 我真想到你们公司上班 因为都是美女 我们今天请到了OR旅读中国杂志的同人 掌声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这个杂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名叫做OR旅读中国 哎呦这好特别的名字 来解释一下 首先是两个英文字母 O跟R表示on the road 我们就是取它的简写第一个字 on the road意思就是 在路上 在前往出发的路上的意思是 在路上各位跟上路了不太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上路了好像感觉比较不吉祥 是啊 怎么会这样 所以在我们上路了之前 请花多点时间在路上 是是是是 所以OR就是在路上 对啊 然后后面四个字是 呃旅读中国就是我们的杂志就是全部FOX在两岸四地 尤其是中国 哇哦 旅就是旅行的旅 嗯 读是阅读的读 嗯 中国就是China 所以这个杂志的全名叫做 旅读中国 哦哦 你看这样两岸四地 嗯 通常大家在三地你多一地是哪里 对啊 没有就是台港澳 哦 哦哦 哈哈哈哈哈哈 澳门 我们比较少把澳门算进去啦 对对 除了去看威尼斯商人之外 澳门也好玩哦 澳门不是有赌场吗 哦有 好所以今天现场请到了 OR旅读中国杂志的12345 五位朋友来到现场 来首先介绍下刚才讲话的这位是总编辑张云 欢迎张云 这个云是草字旁 云云纵生的云 哦 嗯 张云办这个杂志你应该长跑大路吧 嗯 以前长跑大路 哦 对 嗯 去过哪些特别地方 如果 如果 很多听众还没有去过大路 嗯嗯嗯 他们今年暑假只有一个建议你会建议他们去哪里 就我最喜欢还是川西南 啊 川西南是什么 对就是川藏县的前面半段在四川境内那一段 哦 这蛮特别你不是讲北京上海而是四川来讲讲看四川有什么特别之处 四川的话其实川藏县上面还有很多的景点是呃一般人很少去的嗯 你想这川藏县现在就是四川到西藏这条线现在已经有铁路了吗对不对 呃还没有 哦现在还没有铁路 对有铁路是青藏铁路从北京到甘肃然后再到西藏所以从四川的这条还没有 哦那所以川藏县是怎么开车吗对要做那个四轮船这种吉普车 哦所以你那时候去你就坐吉普车对路上交通对路上交通对路很痛吧哈哈哈不会不会 但是那边的路就是那边路真的是可以让你一直开从白天开到晚上都都没有尽头也没有人的呃人就是毛牛啊跟一些藏人是是是是 诶那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一段作为你唯一的建议因为是工作前一个工作也是旅游杂志所以就会有需要做这样的采访那那边值得去吗 景色特别美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有说那个校室的呃像格里拉 那道成雅丁都在那一段对然后海螺沟啊就是一些冰川的景色是是是是然后人间前景四姑娘山哦对就都是在那一段哇你讲这些地名都一般台湾的朋友比较陌生啦对比较陌生 不过就是在四川西部啊那通常去这个地方是在哪一个机场降落呢嗯通常你可以到从成都 从成都对然后看完熊猫基地啊然后再开始再开始往西藏走 你在成都看的熊猫跟我们在台北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团团圆圆的故乡嘛对对对对可是那个成都的熊猫基地很多欸很多熊猫不像我们就两只对而且他那熊猫宝宝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超可爱的 哦是吗对他们就有户外的那个什么溜滑梯啊还有一些绳索 你会看到他们像小狗一样在那边爬啊还有绳索啊对就是他们可以爬的让他们在户外运动 了解所以所以比我们台湾的开放开放一点然后有很多只所以就很可爱 所以这条路线给大家建议就从成都开始先在大城市里面体会一下观赏一下熊猫 然后往西藏的方向走看到很多自然的景观 对对对这是旅读中国杂志张云个人最爱好来旁边还有好几位你的同事 我也介绍他们一下好旁边这位是负责行销计划的王盈兰 欢迎唱呗大家好大家好 哦盈兰你的名字取得真好啊怎么写呢 盈就是盈市的盈兰是兰化的兰 哇这个这是真名吗真名真名对 盈兰也一直在杂志这个行业服务吗对之前都有对嗯 之前都在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那为了这个旅读中国杂志你也到了北京 刚刚才回来三个月哇你去那边待了多久 我真的待了八天七夜八天七夜都是为了工作 不是不是我自己的私旅行哦真的还假的 哎你聪明因为现在春天的时候北京天气应该 嗯我去的时候还好没有遇到上海报所以气候还不错然后天气很好 而且我还遇到刚好三月十七号那个晚上遇到大雪 三月雪啊三月雪 非常难得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都一直祈祷说拜托下雪 然后但是我北京朋友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觉得不可能下雪的可是我真的遇到了 哇我们台湾没有雪啊到哪里都期待下雪 哈哈哈真的住在雪地的人最讨厌下雪了 真的后来给你看到对真的而且很很难得那天真的半夜突然飘雪 真的那天刚好去呃他们那叫竹寮竹寮完之后 竹寮就是我们真的叫脚底按摩啦他们叫竹寮 然后出来发现哎怎么这个雨水怎么变得很大一滴而且变白色 尤其北京那么大的城里他突然下雨雪来那个景致啊是是 八年七月除了看雪你喜欢北京吗 我很喜欢非常喜欢你喜欢他的什么呢 我喜欢我喜欢在他的那个尤其他的比较胡同的地方 胡同对我想他老街的部分 像南螺是错重复杂的巷子的意思是不是 对比较旧的巷子里对 哦那有什么特色啊 像我很喜欢就是他们你光是走在那个大街上就突然发现 哎这边怎么有一个何坤的家就是什么亲公王 何坤 何生何生的家 没关系我们都念错过 真的吗我都觉得是何坤的 请问是那个藏着很多珠宝的何生吗 没错 很贪财 不过你讲何生大家不知道怎么嫌 你讲何坤大家就知道 还有梅兰芳的故居啊 就很多历史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还有蒋宋美林的故居 所以所以你在北京走到哪里都是历史 对对 你在台北走到哪里都在都庚 对对对 走到哪里都是文宁乐 北京 北京除了这些名胜古迹很有趣之外 我猜北京人应该也是他的一大特色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北京人跟台湾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遇到因为我在那个燕旦斜街逛街的时候 三不就遇到一个店家老板 他也很年轻 我大概才25岁而已 没有25岁又当老板了 对对对 对老板店长 然后我就跟他聊几天来 然后他就 我就跟他说 他问我说几年次 我说我是19多多多年 你讲了吗 不好意思 你刚刚都讲何坤了 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他就是因为讲了何坤 现在不敢承认自己是谁了 然后结果他就说 他是1985年 然后我就 因为我1985年 我就转过来 他就说是民国74年 他就好心情 他说怎么算怎么算 要我叫他怎么算 我们是都喜欢减 减11 对11嘛 维数嘛 他觉得好酷哦 然后 因为他们都讲西元 当然啦 他们哪有民国啊 民国是我们的 讲公园 他们不讲西元 他们还讲公园 所以他觉得有一个 他的生日是民国几年 他觉得好酷哦 就像外国人来台湾 都要磕个硬章一样 对对对对 有意思 好妙哦 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个旅读中国的总编辑张云喜欢的是四川西边 然后我们的行销计划迎兰喜欢的是北京 我们旁边还有一位搞美术的 来我们美术设计杨美娟 美娟 美娟之前在上海待也很久 然后北京也待很久 你们这杂志这个蛮不简单 招兵买马都是有一些很扎实的大陆经验才来你们这里工作 美娟为什么会在上海待很久 会去上海工作是因为我是09年到上海的 然后那时候在那之前我其实是做SOHO就是自己接CASE 可是那一阵子刚好景气非常不好 在台湾找那个阵子的工作就到处碰壁 真的到处碰壁不然就是他希望就是台湾老板都希望你领一份薪水做十种工作啊 没错没错 后来就刚好也是缘分吧 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工作机会 就是希望我就直接派我到上海去 真的啊 那不错啊 09年就改变你的人生到上海去住了几年 住了两年半 住了两年半 好强哦 美娟你可以这样走吗 你结婚了吗 你成家了吗 还没 还没有 现在还单身 对 所以才可以这么方便 对啊 因为有家有事就比较麻烦 王武华还有一只狗想走都走不了 哈哈哈哈 巨伟大陆也有狗狗可以带去 哦真的啊 可是那个狗狗带去大陆是不好带回台湾的 哦真的吗 因为那里是狂犬病的疫区 对对对 哦真的啊 所以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哦还有这样子的讲法 台湾狗可以过去 但是台湾狗过去就回不来了 对对对 哦 是是是是 所以王武华一直留在台湾呢 对对对对 不是 我是说他养了狗狗 所以他一直留在台湾 为了他那只爱狗 对 所以刚才我们 呃 做桑拿天 做桑拿 哦哦 就是出去他们曾经高温 桑素的 桑素的桑 拿东西的拿 对对 桑拿意思就是做三温暖的意思 是 他们是直接用英翻 哦 中国人喜欢用英译嘛 所以他们叫桑温暖 叫桑拿天 网维网 什么 网维网 网维网 他们叫万维网 真的还假的 以前最早的翻译叫 叫万维网 就 网维网 刚开始我都觉得那是一个什么网络公司 哦 有意思 好不害的 不会啊 日本人也都这样啊 真的吗 就直接英文翻过来啊 哦真的哦 对不对 哦 哦 所以呢 我觉得去上海 我比较建议去的季节 应该是春天跟秋天 嗯 那咱们听了节目赶快动身了 对啊对啊 这个时候其实最好 是吗 嗯 哦 它是夏天会热到不行 冬天会下雪的那一种吗 对 它虽然冬天没有像北京那么冷 可是 因为 因为那个南方是没有供暖气的 哦 对 所以在室内其实比在那个北京的室内更不舒服 哦真的啊 真的真的 所以说你在上海过冬反而比在北京过冬更不舒服 因为更冷的 有意思 北京的11月到3月 隔年3月之间有供暖 所以你在室内其实是可以穿着那个T恤 是是是是 在中国是长江以北供暖还是黄河以北 供暖嘛 这两个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供应暖气 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吗 要付一点费用但不会太贵 它还是主要就是它有大量的燃煤 让你可以在家里开暖气使用 哦人家真的是地大物博才能提供这种事情 对啊 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们台湾也没冷到那个程度 也是啦 哎听到上海人讲话温柔但其实呛得很耶 没错 不输不输北京吗 有温柔吗 有温柔吗 如果是上海太太跟先生撒娇要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温柔 来来来来来听听看 想想讲一下 我想知道 我觉得上海话很难学 我在那里两年半 你用普通话说吧 用普通话示范一下 普通话 示范一下傻娇 你帮我当男的啦 你帮我当男的啦 亲爱的你买那个包给我好了吧 好快 你还学得真相 上海人的尾音就有一个 最后会有一个 我开始我觉得那个是什么意思 后来听久了就知道那是他们的一个 口头禅 一个尾音 有意思 你看这真的要在一个地方住久了 才能够知道这些细微的差别 好好笑喔 这妙超妙的 春天夏天旅游最好的季节 是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六位有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经验的朋友 在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他们去的地方 他们办的杂志 他们是旅读中国的工作同仁们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